民众细心地将塑胶编绳交叉穿越 并在指导老师协助下 慢慢编织成铃铛的样式 蛮新鲜的 蛮好的 可以学更多东西 刚好学一学回去也可以教小朋友 有老师很亲切的讲解 也很仔细的协助 所以整个步骤穿线方面还蛮简单的 高雄原住民故事馆 举办原名十字秀铃铛DIY活动 透过简单的编织技巧 以及贴上菱形图纹布条 让西方文化的铃铛充满原名风味 腰身可以用成图腾 然后搭配这样 然后上面就用我们的十字秀来教他们 编的时候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它要绕圈圈 然后过三 传三传二这样子 就比较难的在这边 只是他们如果脑筋动得比较快的 就很快就会学会 在部落长者常使用塑胶编绳编织包包 这次则拿来制作成另当样式 可以当吊式或钥匙圈 用不同的方式来传递原住民传统记忆 有人喜欢总统带高中前证采访不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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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